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咱们继续讲这紫禁城最诡异的宫殿 昆宁宫的故事 今天咱们要说的是清朝在这居住皇后的故事 这清朝在这居住的皇后啊 那省了事了 咱们不像讲明朝那会儿 还得挑几位啊 这故事热闹的皇后来讲 为什么呀 因为在明朝那个时候啊 所有的皇后啊 几乎都住在昆宁宫 可是到清朝就不一样了 在这常住过的皇后啊 拢共也没有几位 要说呀 这大清国进到紫禁城当中啊 第一位身份尊贵的女性 那就得说呀 是人家那个大玉儿孝庄文皇后 可这孝庄皇后啊 可没住在过昆宁宫 为什么呀 因为她进宫的时候 俨然已经是太后了 友情一代 住在这昆宁宫当中的第一位皇后 是顺治的第一位皇后 就是那个博尔吉吉特氏 就是孝庄文皇后的侄女 是一位蒙古族的皇后 有人就说了 哎 你怎么不把人家这皇后的嗜好 一并念出来了 哎呀 这皇后啊 她没嗜好 她做伴忧的呀 就让这顺治皇帝给废了 所以呀 她是废后 被废了以后呢 她被降为了妃子 封号呢 是净妃 这算是这昆宁宫啊 在大清朝倒霉起手 怎么呢 这皇后啊 住在这儿就没老好 两年啊 顺治八年册封为皇后 顺治十年就给废了 有人说呀 是这顺治皇帝 她毛病太多 也有人说呢 是这皇后毛病太多 甭管怎么样吧 反正是给废了 活得呀 很不幸福 西六宫 随便找个地儿 奔德密 成了净妃了 这第二位皇后呢 立的呢 也是博尔吉奇特氏 还是一位蒙古族的皇后 这个可比上一个 博尔吉奇特氏 小了一辈 论着 那是孝庄文皇后 娘家的孙女 要是没有这桩婚事啊 在村里见着啊 还得跟顺治打招呼 叫一声舅舅呢 这会儿啊 您先别笑人家 这婚姻状况乱 这皇家找媳妇啊 那是为了保证血统的纯正 并且这皇后家呀 必须是根深蒂固 有头有脸 对这皇位的巩固啊 要有帮助才行 就在顺治十一年的时候 顺治皇帝啊 把这位妃子 就册立为皇后了 要说呀 比自己小 那么多的一位皇后 陪伴在自己身边 这是顺治啊 该知足了 顺治呢 其实也知道这些 在开始的几年里啊 对自己这位第二位皇后啊 那还是相当不错的 可是啊 这好日子 没过了几年 在顺治十三年的八月十五日 那天呢 是这顺治后宫 嫔妃的噩梦开始 怎么呢 那位赫赫有名的董厄妃 进宫了 有人说 是这董厄妃坏吗 在皇上跟前进禅言 迫害后宫的后妃吗 不是 这董厄妃的人性好着呢 可是在这顺治皇帝的眼里 董厄妃一来啊 那就是六宫粉带 君无色呀 几次三番呢 就提出来 要把这皇后 博尔吉吉特氏给废了 立着董厄妃为皇后 最后啊 还是这董厄妃 抱住皇上的腿 苦苦哀求 说皇上要这样啊 那臣妾在宫中 那就没法待了呀 有这董厄妃的苦苦哀求 又加上这孝庄皇太后的干预 所以啊 这废后一事才算作罢 说到这儿啊 我都觉得这昆丁公啊 他有毛病 不能住了 为什么呀 这孝慧张皇后 博尔吉吉特氏 在这儿做皇后的时候啊 那是岌岌可危 每天生活在不安当中 哎 顺治一死 他离开这儿了 他不做皇后 做了皇太后以后啊 那这日子就好起来了 他虽然不是后来 康熙皇帝的生母 可是康熙啊 可当亲妈一样孝顺他 不但早晚请安 而且呀 有个出行出游的 总是带着这位妈妈 您瞧 这一离开昆丁公 哎 幸福的日子 来了吧 接下来住在这儿的 那就是康熙皇帝的皇后了 这会儿啊 是不是有朋友就该问了 这顺治啊 有两位皇后 你还没说呢 一个呀 就是那个 孝康章皇后 就是那康熙皇帝的生母 还有一位呢 就是这个孝县皇后 就是刚才咱说过 那个董乐飞 这两位皇后啊 她都是活在纸上的皇后 她们呀 生前并没住在过这昆丁公 因为她们都是过世以后啊 才被进封为皇后的 康熙啊 和她爹不一样 她和她的所有皇后啊 关系都很好 第一位啊 抓地儿夫妻 是谁啊 赫摄李氏 就是那索尼的孙女 嗜好孝成仁皇后 这两位啊 年纪相仿 两小无猜 并且啊 这皇后的爷爷和叔叔 也就是索尼和索图 和皇帝的政见相同 又是皇帝亲政的支持者 所以啊 在后宫里 这小两口子是秘里调油 这日子过的是别提多甜了 可谁想啊 这孝成仁皇后啊 她寿数不长 生皇太子应仁的时候啊 难产 最后啊 孩子保住了 大人 可没保住 就这样呢 又一位皇后死在了昆宁宫里 康熙的第二任皇后 是孝昭仁皇后 纽葫芦氏 您可记准了啊 这可是这昆宁宫 最后一位主人了 孝成仁皇后过世以后啊 康熙皇帝就把这位 纽葫芦氏 策立为了皇后 策立她为皇后的日子呀 是康熙十六年的 八月二十二日 可是啊 还不到一年 也就是啊 康熙十七年的二月十六日 这位皇后啊 就猝死在了昆宁宫当中 这会儿啊 康熙皇帝也琢磨了 这昆宁宫啊 是不能再住皇后了 所以呢 从康熙十七年 到康熙二十八年 这十余年当中啊 在后宫 真正掌权的女人啊 是贵妃同家室 同家室 是同国为的闺女 是孝康张皇后的亲侄女 也就是说呀 她是这个康熙皇帝的亲表妹 也有人说呀 是表姐 因为这宫廷当啊 没记载着孝义人皇后 到底是哪年生的 所以呀 咱们只能暂且说是表妹了 要说跟着康熙也最融洽的皇后啊 就得是这位娘娘了 可是啊 俩人没孩子 我想啊 大概其实是近亲的关系 生了一个闺女啊 八岁头上还死了 康熙二十八年的时候 皇帝跟皇太后啊 都在城外的园子里住着呢 这皇后啊 突然在这宫里就生病了 康熙皇帝得到消息以后啊 连夜赶回到宫中 决定啊 在第二天就封同家室为皇后 皇帝想啊 这样一冲邪 没准这皇后的病就好了呢 没想到啊 留啊 还是没留住 刚封为皇后的同家室 就撒手人寰了 所以这同家室啊 压根也没住过昆宁宫 再后来啊 在这清宫里就有传闻了 说这昆宁宫啊 实在是对皇后不利 再没有皇后居住过昆宁宫 可是昆宁宫 有一厢重要的功能啊 一直延续到晚清 什么功能啊 就是这皇帝大婚的洞房 这成年已婚的皇子 继承大统啊 享受不了大婚的待遇 因为您在前邸的时候 已然结婚了 就不会在宫里啊 有大婚这种典仪了 这有清一代啊 在昆宁宫当中大婚的皇后 一共有三位 第一位呢 就是康熙皇帝的首位皇后 贺舍礼士 刚才咱们也听了 生孩子难缠 死在昆宁宫了 第二位啊 就是同治皇帝的皇后 孝哲义皇后 阿鲁特氏 因为和自己的恶婆婆 慈禧上不来啊 这皇帝老爷们一死啊 他嘎登吞了金子 自杀了 第三位皇后啊 那可是一位善终 最后做了皇太后的皇后 谁呀 就是那慈禧的大侄女 叶和纳拉竞分 光绪皇帝的皇后 虽然这位皇后啊 她是善终 但是啊 她比守寡还不幸福 因为这皇帝啊 压根就不待见她 要说这女人啊 她备受冷落 还不如少活几年呢 咱们多说两句啊 在紫禁城里 大婚的清代小皇帝啊 不是就这仨人 还有这顺治 可这顺治皇帝啊 大婚在饱和殿 再有一个呢 就是宣统 宣统虽然是 中国最后一代的皇帝 但是她结婚的时候 已然是个平民了 她只能是啊 平民婚姻 所以啊 这宣统跟婉容的婚姻啊 不能算是 宫内大婚的礼仪 即便是算了 也无非是啊 多了一位凄惨的皇后 婉容后来啊 死在了东北阿城的监狱 到现在 她真正的坟也没找到 咱们说了一大圈啊 又得回来了 您瞧了吗 这有情一代啊 自要和这昆宁宫 沾了边的皇后 是一个有好下场的都没有 所以啊 这昆宁宫啊 邪了去了 大不利于皇后 这句话呀 让我都信了 明清两代 昆宁宫和皇后的故事啊 咱们今儿啊 就告一段落了 您要是喜欢听什么 紫禁城的故事呢 您就点给我 我就麻溜的 编辑成小片 讲给您听 我是负责给您说书的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您记住了啊 只要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